這次是新龍牛隊 特別是鎮田樹很關鍵 因為下面是中心打線 目前用球數102個球 鴻醫師隊6月份得分 過去9場的得分 都是5分以上 5分起票 卡斯基在前面3次打擊 有一隻二雷安打 他還蠻喜歡打第一球的好像 對 打擊還蠻積極的 會有一點就是面對快速 而且速度稍微慢一點 關鍵的時刻鴻田樹 這邊 變成蘑菇儀太郎 稍微反一反 很仔細啦 很謹慎 投球的節奏自己要掌控一下 因為今年呢卡斯基也有打過 正點數一隻拳雷打 田迪的壞球 球數形成一好一壞 用球數對他來講 應該還不是成太大的問題 這個還蠻難投的 拿過 日本職棒精神王的投手 中點數 本季最多好像是 用球數一百二十七球吧 對一百二十七球 完投獲勝 不過他投到最後也就比較 地球局也比較沒力了 對 還被打成了一檔 所以有時候啊為了延續他的 投球局數跟用球數 所以有時候投球的變化球 用得比較多一點 節省他的體力 又來了 需求 偏低 復手擋住這個球 一好兩塊 如果他的曲球 投不進好球袋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 沒錯 所以投直球又怕被打 曲球又投不進去 他今天的快速球啊 事實上位置都還投得不錯 他投蠻多的大曲球跟他的變速球 我看起來是在節省體力 所以現在球評有點解讀出他的策略 有可能是這樣的一個演員 這個球經過被打中了 右外野方向洛提的安打 右外野手是火哥張建平要拚本壘嗎 這個球中間有人攔截下來 再經過轉傳來分析了 奧壘上的保者莊錦赫 拚回來得分 卡拉斯提 這一局安打 一分打點 把他算個敗局 因為失誤而導致失分的 他給彌補過來了 因為失誤而變成一分差 結果他又安打 又打回了兩分的領先 3比1 鴻醫師隊又取回了兩分的領先 這個球張建平 這個回傳到本壘就有點偏了 對就是偏了 所以李懿泉才會把他接起來 這如果直接往本壘的位置一直線的話 李懿泉會放掉 一壘手就是要做這個事啦 不是說 有事 有事 我沒有想到 先把他來 再一次 不知